胰臟癌的危險因子曾經有胰臟炎發作 而胰臟炎的原因不外乎是膽道結實、喝酒 還有其他少數,譬如說藥物、自體免疫等原因 只要胰臟炎有發作過,就要注意定期追蹤 有沒有慢性胰臟發炎現象,肯定是胰臟癌高危險族群 要注意自身三等親的家屬有沒有一些胰臟癌的病史 那如果說有這個現象,那可能要留意有沒有這個胰臟癌的一個基因的一個高風險 以及其他包括我們的這個肥胖族群,還有抽菸的一個族群 胰臟是人體重要的器官,位置在上腹部比較靠近背後的地方 胰臟主要有兩個功能,分泌酵素,可以幫助食物的消化跟營養的吸收 再來就是分泌胰島素,是人體血糖控制很重要的激素 胰臟急性發炎的時候,會有一個劇烈的上腹疼痛 這疼痛會傳導到背後去 很嚴重的急性胰臟炎呢,甚至於會有敗血症,休克到死亡的風險 反覆的胰臟發炎變成慢性疼痛 病人可能會有營養不良,體重減輕 而且這個疼痛是非常難忍耐的 導致胰臟炎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膽道的結石 石頭有可能導致膽囊炎、膽管炎 那因為膽管跟胰臟管是同一個出口 當石頭堵塞住胰臟管也有可能導致胰臟的發炎 糖尿病的患者在不管是像統計起來乳癌、肝癌、大腸癌 甚至胰臟癌 他的發生率都比非糖尿病患者還要高 所以我們就會提醒我們的患者一句話 最簡單的就是說 如果說你的糖尿病病程已經確定有糖尿病 已經接受治療超過五年以上的話 稍微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曾經有統計的數字說 糖尿病患者病程超過五年的話 他得到胰臟癌的風險是非糖尿病患者的兩倍 糖尿病的一個患者 那糖尿病跟胰臟癌的關係其實可以互為因果 可以是長期的一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良 那胰臟處於慢性發炎的一個狀態 就容易提高胰臟癌的一個風險 糖尿病尤其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 身體會產生過多的一些自由基 代謝廢物、發炎指標、發炎指數 都會上升 所以根據過往的研究 其實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 不只是胰臟癌容易發生 其他的癌症相對來講也是高風險 如果糖尿病病程已經超過五年 就要稍微小心 最近怎麼會突然之間血糖控制的很不好 明明飲食生活習慣都一樣 藥物也沒有改變 認真服藥怎麼突然血糖控制很糟 務必要多注意一下自己有沒有其他症狀 譬如說莫名腹痛腹瀉 體重減輕都是很重要的症狀 也要瞭解有沒有癌症家族史 50歲之後突然有一天 一個無意間的抽血檢查或健檢 發現說我血糖很高 而且來了就不是一般的高 不是一般般的什麼糖尿病前期 或輕微糖尿病 結果來的就是蠻高的 醫生也有點說 我這個血糖要趕快積極的控制 那你也要小心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忽略掉說 我剛剛提到了50歲以後 新發生糖尿病1%的人 可能是胰臟癌的這個問題 醫師提醒腹痛有很多的原因 身體不舒服時 務必要尋求醫療資源 有急性胰臟炎慢性胰臟炎病史的病人 一定要定期追蹤 反覆慢性的發炎 還是會有惡性轉變的風險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新聞 藍志偉 警察 知致 總理